今天来分享一本才华横溢的书,叫《洛神富途》,曹植的爱情,作者是田于斌先生。 这个书名里面有几个重要信息,我们来解读一下,第一,洛神富,第二,洛神富途,第三,曹植,第四,爱情。 捋一下,先说洛神富,这是千古名篇,他写作于1800年前,名气很大,但读过的人并不多,多半是因为文言隔膜,可是他究竟讲了什么呢? 这里面有什么样的故事?他为什么名气这么大呢? 主人公是三国时期的才子曹植和洛水女神秘妃的故事,曹植在突经洛水时,邂逅了传说中的夫妻之女洛神,不得了。 一眼万年,这位年轻的王子立即陷入疯狂的热恋,站在世界中心呼唤爱,把所有能够想象到的诗意的词汇,华丽的词枣,都用来描写自己心爱的女子。 我们现在熟悉的名句,比如说《偏若惊鸿》,《宛若游龙》,《灵波威布》,《罗瓦生辰》,这一类的描述都是曹植创造的。 对,金庸老先生的武侠小说里,就借鉴了很多曹植的名句。 那这段人神相恋的故事太过经典,给后世留下了很多二次创作的空间。 比如说,书圣王羲之的儿子王贤之就根据《洛神父》创造出了京士的小凯,叫《洛神父十三行》。 那到了东晋,作家顾凯之创作了长篇叙事画卷,就是《洛神父徒》。 所以,这是一幅画。 那整个画卷分为三个部分,就像连环画一样,描述了那场发生在1800年前的经典爱情大戏,所有的细节都在纸上呈现。 曹植在洛水边一眼看见洛神,他描绘这个女子的美好。 接着就画洛神出现在了曹植的身边,接受了王子的追求。 接下来他的亲友团,所有的神仙们纷纷出场,来给洛神加油助阵。 最后,曹植竟然拒绝了洛神,然后洛神就黯然地离去。 曹植又后悔了,到处寻找,但私人已去,空流一恨,这就是原文的真实场景。 所以,这幅画对原文的忠实度很高。 顾凯之也是个妙人,他一生创作了很多的绘画作品,后世的人对他的评价是三绝,教材绝画绝,诗绝,最有意思的就是这个诗绝,非常的有性情。 很遗憾,因为时间太久远了,顾凯之的这幅《洛神复途》原作已经失传了,现在存在于是的是宋代的四件模本。 古人远去,但落水仍在。 面对这个流传千古的洛神复,顾凯之用绘画细节来呈现文字中的神仙境界,那到底怎么看懂这幅画呢? 怎么能够理解当年曹植才华横溢的文章呢? 感谢田玉斌先生写了这本书,把《洛神复途》一针一针地拿出来,给大家细细地看,让我们来读懂它。 田玉斌先生讲了一句话,说,希望这本小书能够成为爱情的信物,让有情人终成眷属,让失恋的人一觉醒来,仍然能够借着本书追忆梦中的感情。 曹植与他的洛神父,曹植是谁?他的父亲就是曹操。 曹操的观沧海,东临结石,以观沧海。 观的不是海,是英雄气和帝王胸襟。 那曹操的短歌姓,说,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读起来开阔磊落,这就跟曹操自身的政治经历有关。 曹操生活在东汉末年,他是被乱世裹挟,戎马一生,最大的想法就是平定天下,青史流传。 所以,曹操的诗,曹操的文字都是很有重量的,叫慷慨古之。 曹操有一个儿子就是曹植,曹植有一个哥哥叫曹丕,你一听就觉得很熟。 在历史上,曹操是文武双全的,他通晓诸子百家学说,结束了汉朝四百多年来的统治,建立了魏国,所以曹操后来当了皇帝的史称魏文帝。 曹操的文学成就也很出色,比如他的代表作《烟歌醒》开头两句,说, 修风潇洒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 优美细腻,是我们国家现存的第一首成熟的七眼诗,对后世诗歌的发展影响很大。 历史上的曹丕是个出了名的小心眼,他对自己的弟弟曹植从来都是看不顺眼,所以兄弟两人之间有一个非常经典的故事,就叫《七部诗》,说魏文帝有一天命令曹植在七部之内写出一首诗,否则就要处死他。 然后曹植就走了七部,迎出了那首,主斗然斗齐,斗在府中齐,本是同根生,相间和太极。 这个故事出自是说心语,那事情到底是不是真的如此,不得而知。 但我们确实可以从这个故事中发现,曹植肯定财思敏捷,这就脱口成章。 曹植是被曹丕囚禁在他的封地大半辈子,最后郁郁而亡的。 那其他曹操的儿子们呢?比如说兄弟们,曹张,曹滚,曹彪等人,其实处境也都很凄惨。 曹植的个性跟他的父亲,跟他的兄弟们比较起来,他很鲜明,就是更加的猖狂和任性。 我们仔细地看一看曹植的诗词复文,你就觉得他的确是个仙材。 这父子三人的政治地位和文学成就因为都很特殊,所以后人就把曹操、曹丕和曹植秉称建安三曹、建安时期的三位大才子。 时光要在流传到几百年后,到了宋朝,文坛再次出现了名震天下的三父子,后人称他们三苏,就是苏巡、苏氏、苏哲父子。 回到三曹所处的魏晋时代,这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动乱时代,三国分立,战争连绵。 但国家不幸施加性,这个时期也是中国文学觉醒的时期。 人们充分地认识到生命短暂和人生的不可控,这就是建安风骨。 那什么叫做风骨? 风、风度、气质是一种时代的张力。 那骨呢?骨骼、骨气是一种坚定强烈的自我意识。 所以,风骨就是在一个人的自由度内所能达到的最美境界。 在三曹中,曹植的成就最大,这个才华大到什么样的程度呢? 山水派的创始诗人谢灵韵曾经说过,天下的才华有一旦,曹子健独占八斗。 所以,后来我们夸一个人才华横溢,说才高八斗就是出自这里。 清代文学家王世珍甚至直接把曹植、李白和苏东坡三个人并列,说千百年以来,只有这三个人叫仙才。 曹植这位仙才的代表作就是洛神父。 洛神父究竟写了什么呢? 我们来说说第四个关键词——爱情。 写爱情的作品不知道有多少,那为什么洛神父被称为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最轰动的一场恋情呢? 不仅仅是因为他的文学价值还牵涉到历史留下的重重悬疑。 曹操有25个儿子,出现在曹操师爷里的楚司候选人先后有四个,是曹昂、曹冲、曹丕和曹植。 太子仁玄本来就是长子曹昂,可是曹昂战死在沙场上了。 那曹操就曾经打算传位给他的弟弟曹冲。 曹冲是个神童,五六岁的时候智力已经有若成人。 我们都知道那个曹冲称相的故事,觉得他很聪明,而且曹冲天性是很人厚的,待人很好。 所以曹操非常的宠爱他,但很不幸,曹冲活到十三岁就患病妖亡了。 所以曹冲死了以后,曹操曾经对曹丕说,曹冲之死是我的不幸,但却是你的大幸。 你想想这句话啊,其实惊心动魄的。 那在曹冲死了之后,有实质意义的竞选楚司的候选人只剩下两个,就是曹丕和曹植两个人了。 所以,这两个兄弟间肯定是明争暗斗,就是这个局势把他俩放在了对立的位置上。 据说,曹植对曹丕的妻子甄妃怀有仰慕之情。 这一段曹未恭维的公案,就隐藏在千古名篇《洛神父》的背后。 用两个关键词来概括一下曹植,少年天才,任性九徒。 怎么讲呢?当年曹操非常欣赏曹植,看好这个儿子。 但曹植的短板很清晰,他爱喝酒,缺乏政治谋略,而且非常的胡来。 说两件事,建安二十二年,曹植在天子专用道上酒驾,还擅自打开了司马门扬长而去。 那这一件事严重吗? 司马门是什么地方呢? 实际,里面注解司马门是出入宫廷的大门,非常重要。 没有曹操的允许谁都不能擅自出入此门,就是皇亲贵妻也没有资格,所以这就是建阅。 那曹植犯的这件事就很严重,你心怀不轨。 负责公门警戒的公车令就被他连累,曹操直接把他处死了,而且因此曹操就对曹植有了成见,打那以后叫义目视辞儿,一见到他就翻白眼。 那你以为曹植就长记性了吗?并没有,他照样喝酒。 建安二十四年,发生一件很重要的事,曹操的堂底曹人被关于所困,曹操就派曹植带兵去把你的这个叔叔就回来。 可是在出征前一天晚上,这曹植喝得鸣顶大醉,就根本没有办法领兵打仗。 这一回曹操对曹植彻底失望了,他觉得这个儿子根本不值得信任,你就不能抗誓。 后来曹植的哥哥曹丕就成功上卫称了帝。 在建安二十五年,曹操病逝,曹丕就继位为卫王。 同一年,曹丕就受汉宪帝的善让,继位为卫文帝。 就在曹丕称帝之际,曹植干了一件事,什么事呢? 他换上了一身的校服,痛哭流涕,为什么哭呢? 有人说这是为汉潮而哭,也有人说是为了征位子,失败而哭。 那真实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我们不知道,但这个是做得确实挺隔应人的。 人家登记了你在这里披麻带笑,痛哭流涕。 这就是曹植的任性,他依然要喝最好的酒,去追逐最美的人,写他的文章,做他的荒唐事。 那偶尔也有大臣把曹植的荒唐捅到卫文帝那里。 这个哥哥怎么办呢? 就看在母亲变太后的面子上没有治曹植的罪,但虽然没治罪,曹丕也确实对这个弟弟感到不满。 所以先把曹植贬为安乡后,那第二年呢,又把曹植牵封为眷城王,就在现在的山东河泽地区,说,你到那去吧,你不要在我跟前看着你烦。 洛神户图中的五目爱情大戏,公元222年,魏皇初三年,曹植就从夜城,现在的河南安阳,返回他的封地眷城。 就在这个图中,他写下了千古明天洛神妇,整篇符文一共984个字,有五场爱情大戏。 为什么会写这篇妇呢? 我们细细地讲。 第一幕叫初遇,曹植在水汽迷离的落水边遇到了洛神,磅礴的爱情在酝酿之中。 第二幕誓言,曹植就对洛神心生爱意,所以托遇传情,但是面对洛神的垂青,他却突然退缩了。 为什么呢? 第三幕情商,面对曹植突然的退缩,洛神感到很彷徨,一众女神陪同洛神灵波微步,明场面。 第四幕叫欢情,是洛神府的高潮部分,洛神乘坐着六龙的云车腾空而去,只留下曹植在水边驻足凝望。 最后一幕追忆,曹植踏上了回城的路,但是手支缰绳准备策马的那一刻,却犹豫彷徨,不肯离开。 这场大戏终于落幕,可是感情并没有随之消散。 这每一幕都有一个关键词,在原文中叫于世,这个于世就是其转折的作用。 只要看到这个词,就意味着目间休息,很快下一幕就开始了。 我们先来看开头,黄楚三年,于朝经诗,还几落川。 古人有言,思水之神,明月密飞,赶宋玉对楚王神女之事,遂作私父。 什么意思呢? 公元222年的一天,曹植一行离开京师,前往眷城的封地。 夕阳夕下,人困马乏,他们就在落水边歇脚,眺望着水波浩渺的落川。 曹植突然就想起一个典故,就是宋玉对楚王说过乌山神女的事情, 然后就写下了这篇落神父,所以曹植是先读了书, 然后记得那个故事就有了自己的创作。 那这里插播一下,宋玉是战国时期的楚国人, 是屈原之后最重要的楚词作家。 他曾经写下高堂父、神女父, 讲楚王梦与神女的故事。 这段梦中之情让楚王终身不能忘怀。 曹植创作落神父的灵感, 就是跟这段美丽的传说有关。 耐夫里面说, 我从京都洛阳出发, 向东回归到封地眷城, 通过一雀山, 把他抛在背后, 越过还远。 这是在河南境内的一个关口, 山路十二区盘旋往环, 途经通古, 登上景山。 这个时候日以西夏, 车昆马发, 于是就在长满渡横草的岸边卸了车, 在生满枝草的地里喂马, 自己漫步于阳岭, 纵目眺望水波浩渺的洛川。 于是不觉精神恍惚, 思绪飘散, 一抬头, 却发现了异常的景象。 这都是曹植的字数, 他看见什么了? 只见一个绝美的家人, 立于山岩之旁。 这就是出狱的第一幕, 男主人公, 女主人公都已经出场, 一个词叫惊艳。 怎么办呢? 曹植不禁拉着身边的车夫对他说, 你看见那个人了吗? 那是什么人? 竟如此艳丽? 车夫就回答说, 陈廷说和洛之神的名字叫密飞, 然而现在君王所看见的, 莫非就是他? 他的形状怎样呢? 陈道很想听听。 有没有发现这个回答很有意思, 说明什么呢? 说明这位女神, 王子看见了, 可是车夫朝着同样的地方却看不见, 这就是传奇。 他不属于每一个人, 他是跟某一个特定的人有特别的缘分。 那曹植就要跟身边的人讲讲, 说我看见的那个女子长什么样? 补充一个知识点, 洛神是谁呢? 她是福西的女儿, 叫密飞。 这位女神在横渡洛水的时候, 因为船翻了, 她就掉到河里面淹死了, 就成为了洛水之神。 洛神是爱情和美丽的化身, 她其实非常像古罗马神话里的维纳斯, 洛神就是我们国家原产的爱神。 洛神的形象最早出现在屈原的 《黎骚》和《天问礼》。 这位女神美貌而骄傲, 让满心欢喜, 前去向她求爱的屈原, 失败而归, 碰了一鼻子灰。 那曹植眼中的洛神是什么样呢? 这段话很经典, 说, 奇形也, 偏若惊鸿, 宛若游龙, 荣耀秋菊, 华冒春松, 荒废稀若青云之碧月, 飘摇稀若流风之回雪。 它什么模样呢? 有一些句子真的没办法翻译, 你去读, 偏若惊鸿, 宛若游龙, 天才级别的赞美。 《甄嬛传》里面就有一个惊鸿舞, 出自这一句荣耀秋菊, 华冒春松, 像秋日阳光照耀下盛开的菊花, 又像是春风里挺立的青松, 这就是讲它的气质。 有没有发现, 雌雄同体, 并不一定是风流妩媚, 它有阴气勃勃的那一面, 它有多耀眼呢? 远而望之, 脚若太阳升朝霞, 迫而查之, 浊若浮渠出鲁波。 在生活中, 我们会有这样的经验, 就跟一个人见面, 还没看清楚对方长什么样, 就先感受到一种气场, 这就是直觉。 曹植就是在说自己的直觉, 那直觉怎么描述呢? 不是说他的眼睛是什么颜色的黑, 曹植用的是比喻, 他眼中的落神就是飘逸灵动又健康的美, 他把所有华丽的言语都堆砌在这里, 但还是没有办法玄尽他的想象力。 所以, 曹植就搬用了自然景物来把落神的美表达出来, 说惊鸿, 游龙, 太阳, 春松等等, 这些全部都出来了。 这个自然景物跟一个具体的人本来没什么关系, 但因为曹植心中对一个女子的爱恋, 所有这些自然景观都变得有意义了。 这就像你跟一个心爱的人牵着手看了一场大学, 你就觉得这学好浪漫, 一口其通读下来, 你会觉得曹植真的是古代最会夸美女的诗人。 这么美的一位女神, 诗人的词语已经说不清楚了, 那画家该怎么画呢? 顾凯植也很有意思, 画不了了她就不管了, 像个大直男。 曹植说什么我就画什么, 秋菊我就画一朵菊花, 福菊就是芙蓉花, 所以我就画一个芙蓉花。 这种很笨拙的处理方式, 她反而显出真诚来。 曹植就是在用她的文字告诉我们, 生命中的爱和美是一定混合在一起的。 那我们接着看她对落神的具体形容, 说,农仙的钟修短何度, 肩若消成, 腰乳约素。 后面都是四个字四个字的短句, 这个就是负的特点。 接下来有几句连她的气息都描写出来了, 说, 为幽兰之方矮兮, 不吃出于山鱼。 我们解释一下, 农仙的钟修短何度, 就是她不胖不瘦, 不高不矮, 一切都刚刚好, 这个刚刚好的状态就很妙, 她是感觉而不是标准。 你说这个人长得就是很舒服, 她不是标准, 她不是古希腊审美上那个黄金分割点0.618, 没有这么精准, 她是一种感受力。 中国的古人一直很注重对于生命的感受力, 对于自然和宇宙的感受。 那么, 曹植的感觉是什么呢? 说美就是刚刚好, 意味着落神拥有一种活泼的生命状态, 她不接受别人来审判她的美, 她自信浑然天成, 肩若消沉, 腰如约素, 说天鹅井皮肤白皙, 然后腰非常的细, 云济鹅鹅, 胸眉连涓, 指的是什么呢? 那是一种发型, 所谓的云济鹅鹅, 简单说就是, 头顶有一座巍鹅的小型建筑, 这跟未尽时期流行的审美有关。 东汉流行高大的发际, 自己的真头发不够用, 那就要戴甲头发, 还要配上隆重的头饰, 直到发际在自己的头顶上, 巍鹅耸立。 禁书里面有个记载, 说, 因为甲的发际很高大, 日常佩戴很不方便, 所以当时有一个很好玩的事, 就是富家女子用那个木龙做成甲头套被用, 需要用的时候, 就把这个甲头套袋在头上, 微额耸立。 那顾凯之在这里就用了一点巧思, 他没有完全按照曹芷所说的那个句话, 他画了两个相对简单的环形发际, 这个改造可能就是为了更符合 洛神飘飘欲仙的那个气质。 下面有几句讲一下, 说,柔情戳态, 媚语语言, 其符旷世, 古相应徒。 古相它是一个相术的用语, 后汉书里面有个记载, 说, 东汉的时候, 如果要为皇帝选妃子, 就要有一个相术师来参与, 看这个选修女不仅要长得好看, 面相要好, 古相也要好。 在南朝的时候, 画家谢赫就曾经编过绘画六法, 这是中国古代重要的美学原则。 其中有一条就叫做古法用笔, 就是在这个画中线条里要体现出古气, 画一个人要有古相, 否则不好看。 那顾凯之画洛神, 没有实质存在的肌肉和骨骼, 他只画出了衣服的纹理, 但这种线条的美, 就让我们感受到了洛神的绝代方化, 他穿着奇艳绝世的衣服, 风骨体貌, 就和这个画上的一样, 这就是美。 那曹植还描述了洛神的动作和气息, 为幽兰之方矮兮, 不吃出于山鱼, 他就拖曳着那个轻薄如雾的裙子, 在山边徘徊, 周身就是兰花芳草的香气, 那这个描写发现, 有静态, 有动态, 有人物, 还有氛围。 那顾凯之怎么画呢? 我们来看画面, 洛神飘然而立, 身后的山峰看上去, 要比这个女子矮很多, 那山上的灵芝和仙树却非常的高大, 这显然是比例失调的。 但这就是那个时代绘画的特点, 因为人是最重要的, 所以画家画的人, 都大于远处的山。 那唐代的画家张燕远, 就曾经总结六朝绘画的特点, 他说, 六朝的绘画, 就是把人画得比山大, 把大河画得像小溪, 小得根本容不下你, 在水上泛舟。 所以, 我们听过这一段, 然后再去博物院里面, 美术馆里面看古画, 就看得懂了。 但这种比例失调, 恰恰为中国的古画, 营造出了一种神性的空间。 你觉得很吃惊, 你看画面上, 神龙正在腾空, 惊鸿飞的比龙海高, 朝阳月初, 霞光万道, 照耀着仙界, 洛神偏然立在水中央。 那正是太阳要奚落的时候, 曹植就在一群侍从的簇拥下, 远远地眺望, 天上人间两个世界, 就这么时空交错地融合在一起, 爱情慢慢地滋生。 直水为妻的爱情誓言。 于是, 我们来到了第二幕誓言, 那这场落水上的相遇, 让曹植丢了心, 画面也就转变了。 我们之前讲诗经, 说到窈窕淑女, 君子好求。 对于喜欢的人, 就应该去追求他。 所以曹植也说, 于情乐旗书美兮, 心震荡而不宜。 就是我一看到他, 心痴神亡, 我就想要去表白, 告诉洛神, 我爱他。 但在这荒郊野外, 一时半会儿, 找不到合适的媒人。 那怎么办呢? 这就叫明媒正去, 人是不能够有私情的。 那曹植就说, 无良媒已皆欢息, 托微波而通辞。 愿成素之仙达兮, 解育配以要之。 他用落水微波来转达爱意, 还解下了随身的育配, 向洛神发出邀请, 希望神女能够明白我的心意。 这个育配就是曹植的爱情信物, 像现在人的钻戒一样。 在古代的时候, 要讲究父母之命, 媒妇之言。 在赠上定情的信物, 那就是呈上了自己的心愿, 表明我要终身不移, 终成于你。 曹植送上了这枚玉佩, 就相当于向神女捧出了自己的一颗心。 接下来, 曹植的追求得到了洛神的回应, 洛神就手持着代表忠贞的美誉, 来应可曹植, 指着深深的流水许下诺言, 说, 我心深情如水, 指前渊而为妻。 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仪式, 叫指水为事, 就是指这个水来发誓, 这是很重要的誓言。 苏东坡曾经写下一句说, 有田不归如江水, 就是在指水发誓, 那这不就是两情相悦了吗? 美满结局。 可是女神的垂青到来了, 曹植却动摇了, 为什么呢? 她想到了郑娇府的故事, 这个故事是什么样呢? 传说有一个人叫郑娇府, 她在汗水边上遇到了两位美女, 她就一番美颜, 两个女人就很喜欢她, 把自己的玉佩赠送给她。 那得到了玉佩, 这个郑娇府就很高兴地放到怀里, 赶紧往回走, 走出不远, 再看怀里, 哪里还有什么玉佩, 不见了。 然后她就回头看那两个女子, 她们也不见了, 那这回怎么样呢? 旧人一下子变得非常失落, 畅犹豫而胡疑。 这个心里很妙, 陷入爱情的人, 就是这样患得患失。 她不理你, 你想刷存在, 可是对方如果一旦承诺, 你就又开始担心, 她会不会是骗我的呢? 她说的这些都能够实现吗? 爱的时候很热烈, 但同时又会害怕, 紧张, 退缩, 因为一切都是那么的不确定。 曹植把这种感情上非常优微的变化, 一波三折, 写得很形象。 赛林格有一个著名的短篇小说, 叫《破碎故事之心》, 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 说, 莱斯特小姐, 但你知道我是怎么想的, 我觉得, 爱是想要触碰, 却又收回手。 你看, 这个句子很适合曹植对洛神的爱, 想要触碰却又收回的手。 那这导致了什么样的后果呢? 就是曹植的反复让洛神也彷徨起来, 难以平衡地选择与洛神的情商。 第三目情商, 拉开帷幕。 他说, 习以彷徨, 神光离合, 乍阴乍阳。 洛神受到曹植的影响, 内心波动, 低回徘徊, 让他的神光时离时和忽明忽暗, 这其实就是情绪不稳定。 他好像仙鹤一样要飞起来, 要消失了, 不在人间滞留了。 他忽然不再是个美丽的女子, 又是那个女神了。 见焦图之狱猎, 不横薄而流芳。 他在长满花椒的小道上走过, 在芬芳富裕的渡横丛中走过, 花椒和渡横都是爱情的信物。 他代表的是含蓄而且炽热的感情。 超长吟以永目兮, 生哀丽而弥长。 他就怅然地长声吟唱, 来表达深沉的思慕。 那个歌声很哀与, 很悠长。 洛神的长吟就引来了亲友团, 所以众神纷纷来道。 呼朋唤友, 或细清流, 或祥神主, 或采明珠, 或石翠语。 顾恰之把这个热闹的场面就画了出来, 神女们互相打着招呼, 结伴游玩。 有的嬉戏在清澈的水流边, 有的飞翔在神异的小主, 有的在采集明珠, 有的在捡翠鸟的羽毛。 这时候, 人神有别的时空感和宿命感就显现了出来。 神话世界的出现, 众神为了排解洛神的忧伤, 拼命地让他高兴。 可是曹芝看着这一切, 就深深地感受到, 人和神之间的距离, 那叫天人之别, 那曹芝怎么来形容他看见的仙妻呢? 下面这几句非常漂亮, 他写道, 体讯飞幅, 飘忽若神, 灵波微波, 罗瓦生辰。 洛神像水鸟一样的飞骑, 踩着水波是飘过去的。 那他在水上怎么飘过呢? 罗瓦底溅起的那个水墨, 就像烟尘一样, 证明他曾来过。 这是很漂亮的句子, 你能感觉到女性身体的美, 她是轻盈的, 所以她是女神。 没有重粮感, 就灰灰秀不带走一片云彩, 从水面上就这么灵波微波, 转瞬即逝了。 那后来, 大家对于女性美的感受力, 很多是来自于洛神父的启蒙, 比如灵波微波。 这种运动中的美, 就成了金庸笔下的武功绝学, 使天龙八步, 钟段玉的拿手绝技, 天马行空, 飘逸绝伦。 曹植是第一个想到, 用这四个字, 灵波微波, 来形容美人行走的姿态的, 非常了不起。 金庸也很绝, 这本来是属于女人的步法, 可是他在书里, 让段玉段公子来使用, 而是用来干什么呢? 逃命, 跑路的。 那接下来曹植写, 动无常则, 若微若安。 禁止难期, 若亡若患。 这十六个字, 可能有人不熟悉, 他在金庸小说里, 是修炼灵波微波的核心秘法。 大概意思是说, 你想要练成灵波微波, 你要掌握那个微妙的平衡, 时而危险, 时而安全。 可能前行, 可能后退, 没有规律, 难以预料。 这太难了, 对吧? 一切都是那么测不准。 那曹植的感情也测不准, 心理矛盾若即若离, 得不到, 又放不下, 就在这儿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其实不仅仅是爱情, 扩大来看, 曹植也是在讲美学, 生命和爱总是难以平衡, 其实很多时候根本无法平衡, 只有选择, 那该如何是好呢? 第四幕欢情, 于是平易收风, 穿厚静波, 逢一鸣鼓, 女娲清歌。 这部完全是指自然景观的变化, 它是节奏的变化, 就是这篇文章到了要体现情感转折的时候了。 那曹植就写, 风神把风收起来了, 水神让波涛停止了, 整个世界都安静下来了, 一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到。 然后天地间突然响起来古典, 就像心跳一样, 女娲唱着歌。 那鼓声是爱人的心跳声, 歌声就是爱情的功名。 那这就是第四幕欢情, 进度条已经到了最精彩的位置。 洛神要走了, 你不珍惜我, 你改变主意了, 那神怎么办? 我转身就走, 绝不纠缠。 唐文鱼以景城, 名语鸾以邂逝, 六龙掩其其手, 在云车之荣誉。 这是在讲洛神乘着车子离开的情形, 有一种鱼叫文鱼, 他飞腾起来给洛神的车座警卫, 那众神就随着叮当作响的这个御鸾一起离去, 那他的车子是六条龙齐头并进来拉着的, 叫云车。 云车从中前行, 这一路上, 京尼就会腾跃出来, 就水中的那些精灵们就围在洛神的车架两旁, 所有的鸟所有的鱼都来给他做护卫。 曹植就把这些华美神奇的事物纷纷地写了出来, 烘托女神的高贵和不凡, 顾凯芝把这个画面画得非常漂亮。 但是在曹植的原文之外, 顾凯芝还自作主张, 多画了两个神兽。 田玉斌老师解读说, 这两个神兽是大白龙和鹰嘴龙, 他们的出现将神兽划分成为三个鲜明的等级, 龙马是拉车的劳力, 水怪是来瞻仰洛神尊荣的, 吃瓜群众只有白龙族, 他才是洛神真正的清水, 才足以衬托洛神的高贵就是宠物。 所以, 白龙和洛神一样地回过头来望着岸上的男子, 这都表明了人神有别, 彼此虽然心有所忠, 但依然无法如愿以偿。 那这个欢乐的相会, 很快就会永远地断绝, 从此一别, 身处两地。 所以腹中血, 不曾以细微的柔情来表达爱慕之心, 只能够赠以名当作为永久的纪念。 那洛神怎么回复呢? 说, 虽前处于太阴, 常记心于君王, 这就是最后的道别和誓言, 我虽然身处太阴, 会时时怀念着君王。 说完这句话, 洛神就彻底地脱离了曹植的世界, 告别人间, 神光消隐, 只留下曹植在原地怅然若失。 因为世俗的羁绊, 传奇的恋情就变得沉重, 变得遗憾, 不得不以悲剧收场。 其实人世间, 就是有这么多的不如意, 有可能成为传奇的事情, 就一点一点变成了平庸。 回首顾盼直升追忆。 第五幕追忆, 洛神的离开, 让曹植陷入了巨大的虚无之中, 他就开始了虚妄的寻找, 这就是追忆。 于是我舍敌登高, 脚步虽移, 心神却仍然留在原地。 于情潜全, 不停地想象着相会的情景和洛神的容貌。 回首顾盼更是愁绪淫怀, 我满心希望洛神能再次出现。 福长穿而望返, 思绵绵而增目。 他就不顾一切地驾着青舟逆流而上, 行舟于悠长的洛水, 一直找, 一直找, 一直不想回家。 思念越来越多, 爱慕也越来越多。 洛神已经消失了, 可是感情并没有消失。 以至于夜耿耿而不昧, 沾凡霜而至暑, 就整夜心虚难平, 无法入睡, 在清晨的微光中, 侍从看到曹植的眉毛, 头发, 衣服上都沾满了白霜。 这说明什么呢? 就是失去一个人,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最沉重的代价, 不是那个离开的人, 而是那个留在原地的人, 对吧? 这场梦终于到了要结束的时候, 曹植不得不命令他的奴仆们 背马救车, 踏上了向东回返的道路。 但是, 当守之马江, 举鞭要走的时候, 却唱徘徊而不能去, 这最后一句是人心深处最真实的眷恋, 知道再也不能相见了, 知道一切都回不去了, 我跟你错过了, 那就是错, 过不去, 所以畅然若失, 无法离去。 就像歌里唱的那句, 越过山丘, 再也无人等候。 但是曹植的身体, 却固执地想要留在这里, 然后奔赴洛神的方向。 所有不死的爱情, 都是因为一颗心, 还不肯遗忘, 还在追忆, 这就是爱情的结局。 洛神形象的美学意韵, 那讲完洛神父, 里面还有一个非常值得一说的地方, 就是在曹植笔下我们看到的洛神, 其实是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的女性出现的, 不是男凝视角。 这个词现在很火, 什么叫做男凝? 就是男性凝视。 简单来说, 男性会用一种审视的, 自上而下的视角去凝视女性, 这种凝视会油然地让女性感到不适。 比如男人们说, 我要白、瘦、幼, 你就得白, 你就不能超过一百斤, 你就得看上去非常的年轻, 少女感, 否则你就没有人爱。 我要大胸, 我喜欢长卷发, 这就等于女人位, 这一切就是男凝视角。 但是曹植呢, 他没有站在一个男性把女性物化的角度来对待洛神, 他用的是平等视角, 他欣赏洛神的美, 那不仅仅是外在的, 是由内而外, 独立的, 健美的。 洛神啊, 一开始对爱情是被动的, 但是他也很积极和直爽。 当他接收到爱的信号, 然后他觉得还不错, 就很爽快地接受。 在男主人公犹豫的时候, 洛神没有放弃, 也没有抱怨, 而是返回来吐露真情。 那这个女子的形象, 其实是很有几分现代意味的。 她深情, 但并不为情所困, 她能够坚持, 也敢于放手。 所以, 洛神父的重要, 就在于, 她是一个男子, 用美学的态度来赞美女性, 而不是用伦理的态度来约束女性。 所以说, 洛神父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中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他对整个民族文化和对于爱情的引导都是非常与众不同的。 那讲完了洛神父, 我们再来说说这篇复文背后隐藏的一段公案, 这非常有意思, 是一个细思极恐的故事。 洛神父中的洛神是有人物原型的, 那这个人是谁呢? 就是真妃, 她是曹丕的夫人, 魏明帝曹瑞的生母, 也就是曹操的儿媳妇, 曹侄的嫂子。 简单介绍一下真妃的生亭, 这个女子是中山无极人, 名字到底叫什么? 不知道了, 后人因为洛神父, 里面洛神的名字是密妃, 所以就把她叫做真妃。 那严格来说, 这个名字不是个真名, 但真妃在历史上却有奇人, 她长得极为漂亮, 十几岁就嫁给了中原霸主, 袁绍的儿子袁熙。 那袁绍在兵败之后, 曹军就占领了叶城。 这个时候, 曹丕就作为战胜方闯进去, 到了袁绍家的宅邸, 一眼就看见真妃, 说, 好美, 惊为天人, 就把她抢回来, 纳入房中, 成为自己的妃子, 那真妃就为曹丕生下了一儿一女, 就是曹瑞和东河公主。 后来曹丕称帝了以后, 就宠爱了另外一个女子叫郭氏, 那真妃就备受冷落。 史书记载说她吕生怨棒, 有怨言, 竟然被赐死了, 而且死得非常悲惨, 叫批法覆灭, 以康塞口, 很凄凉。 再到后来, 真妃的儿子曹瑞登基为帝, 然后就杀掉了郭太后, 给她的母亲报仇, 这都是史书上有记载的。 但有一个说法一直在流传, 说曹直对真妃怀有仰慕之情, 也就是说曹直爱她的大嫂, 有没有这种可能呢? 真后比曹直大了十岁, 真后嫁给曹丕的时候, 曹直只有十三岁, 那田玉冰老师在书里说, 曹直和真实当然可能有感情, 但她不一定是书嫂恋。 比较合情里的解释是, 曹直觉得自己当年的女神 被哥哥抛弃了, 简直和她自己被哥哥折磨 是一样的悲惨, 所以她就心有其妻, 就非常可怜这个嫂嫂。 那后来, 她的嫂嫂又被刺死, 而且死得很惨, 曹直对嫂嫂的同情 就放大到了极限。 然后再加上 过去这个嫂嫂对曹直 还是有很多照顾的, 她们有美好的追忆, 所以曹直对哥哥的愤恨, 对前途的忧虑, 种种复杂的感情 全部都交织在了一起, 就促使她做出了一些 出格的行动。 是什么样的行动呢? 史书记载, 黄初元年, 真非触怒曹丕, 因此失从。 那就在同一年, 曹直就莫名其妙地 写了一篇幅, 叫初夫妇, 就是你把我撵走了, 你把我抛弃了。 这个很明显, 是在为真非名不平, 她就是心疼她的大嫂。 那在黄初两年六月, 真后就被曹丕刺死, 那死得很残忍, 用糟糠把她的嘴塞住, 用头发把她的脸遮住, 这叫死无完肤, 会让王林不得安宁。 那就在这个时候, 曹直干什么呢? 他就大吵大闹, 要派仆人去夜城买武师匹布。 你说这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对, 这明明是个小事儿。 一个王子想买个布, 可是后来这件事闹得特别大, 他竟然惊动了坚果使者。 也就是说, 曹直身边是有曹匹派来的眼线的, 这个卧底就不让曹直去买布, 还把他上告给了曹匹。 这个小破事儿, 为什么要搞成这么沸沸扬扬? 因为他要买的是五十匹布, 五十匹布是非常多的, 当时哪怕你要做一个新的马车的违慢, 也用不了这么大的数量。 所以, 大家就认为曹直买布是要用来干什么呢? 是来装过真后的。 因为真后下葬的时候, 非常的凄凉, 而且不允许用布来装过。 那曹直就为他名不平, 就一定要干这件事儿, 要给这个嫂嫂一点死后的体面。 所以, 这就大大的触怒了曹匹, 这件事就没干成。 而紧接着, 洛神父就是更加彻底的一次行动。 曹直在整天父中表达的就是 他对真妃的眷恋之情, 那么曹匹、曹直和真妃之间 究竟是什么关系呢? 要理清这个问题, 我们得从建安二十一年说起, 作家马伯雍写了一篇文章, 叫《风雨洛神父》。 建安二十一年发生了什么呢? 这一年年底, 曹操东征孙权, 当时跟他去的还有蝙蝠人, 曹匹还有真后的两个孩子, 就是曹瑞和东鹤公主。 可是, 真后他因为生病留在了叶城, 同时留在叶城的还有曹直。 那这个时候, 曹匹跟曹直对于太子之位的争夺相当激烈, 原本曹操是倾向于曹直的。 因为这个孩子有才华, 那好几次差一点就定了曹直来当太子, 可是曹直很任性, 总是喝醉酒, 连干了一堆不靠谱的事, 就让曹操心存犹豫。 那还没有水落石出的时候, 就发生了一个重大的转折。 简安21年, 曹操出征前就预感到, 也许叶城这个地方会有叛乱, 所以他就把镇守后方的重任交给了曹直, 这其实算是对曹直最后一次闯关考验。 如果你能顺理通过, 那实际上太子这个位子就毫无悬念是曹直的, 这也是曹操想要看到的后果, 可是结果是什么呢? 叶城果然发生了叛乱, 但曹直玩忽之手, 导致知安漏洞百出, 就发生了一个较基本的人引发的小叛乱无法平息, 最后导致各地都纷纷的起义, 酿成了大祸。 在基本叛乱之后, 曹操十分地暴怒, 他杀掉了汉贤帝身边一半的大臣。 那当然, 曹直的表现很不让他满意, 这就彻底断送了曹直的太子之路。 那整个事件到了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最大的既得利益者出现了, 谁呢? 就是真秘的丈夫, 曹丕。 曹丕在建安22年就被曹操立为太子, 你说, 这看起来也没说清楚, 这三个人到底什么关系。 马伯庸在研读了大量史料之后, 推理出一个结果, 导致曹直一蹶不振的幕后推手正是真秘。 你说, 这里有美人计吗? 我们细细说, 因为真秘很清楚, 曹直对自己是有感情的, 而且他敏锐地觉察到, 这种感情可以利用, 只有真秘才能让曹直把他父王的嘱托放在一边, 也只有真秘才能够整合几本这些河北的同乡在叶城发动一场叛乱。 那你说, 真秘干嘛要这么做? 他明明已经是皇后了, 因为他的孩子。 真秘只有一个儿子, 叫曹瑞, 就是后来的魏明帝。 曹瑞死于景初三年正月, 三十六岁就死掉了, 那古人是算须岁的。 倒推回去, 曹瑞出生在什么时候呢? 建安九年。 那我们说说建安九年,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曹军在建安九年的八月攻克了叶城, 大败袁绍军队。 曹丕在同一个月里, 就迎娶了本来是袁熙妻子的真谜。 那曹瑞呢? 同一年出生, 这三段材料搁在一起的时候, 有一个被忽略了, 但极其重要的真相就出现在我们面前, 那就是曹瑞到底是谁的孩子? 根据时间推算, 曹丕在叶城第一次见到真谜的时候, 这个女子已有身孕。 也就是说, 曹瑞不是曹丕的亲生儿子, 她的父亲是袁熙。 这个事实很难让人接受, 但是对比史料给出的答案, 马伯庸认为这就是真相。 难道曹丕不知道吗? 当然知道, 真谜有身孕这件事, 怎么能瞒得住曹丕呢? 但是真谜实在是太漂亮了, 曹丕还是舍不得这个美人, 所以他也不把真谜有孕在身这件事, 当做什么了不起的大事, 这在三国时代也确实不算新鲜。 当初曹操打败吕布以后, 他就纳了吕布的部将其一部的老婆为妾, 当时这个秦氏已经怀孕了, 后来生下一个儿子, 那曹操也不介意, 还把他养了一子, 名字叫做秦朗, 后来一直当到萧綦将军, 所以你看三国时候, 他的风气就是这样。 那你说曹操知道这件事吗? 曹操肯定是不知道的, 打完叶城之后, 曹操就去征讨元坛, 然后远征乌丸, 回头还要征讨高干, 管纯这些地方。 等到忙完所有这些事, 回到叶城是建安十年的年底, 曹操看到的就是一个新娶的儿媳妇, 给他生了一个大胖孙子。 这个时候曹操已经一岁多了, 这是曹操的长孙第一个孙子。 他非常的喜欢曹操, 《明帝记》里面就记载说, 这个曹操生儿太祖爱之, 常令在左右, 就一直把他带在身边。 那曹操既然想要当皇帝的, 当然不会跟曹操说, 你特别爱的这个长孙, 其实不是我亲生的。 那曹操也许有自己的小打算, 说反正自己还年轻, 等到将来有了亲生儿子, 就把曹操剔掉就行了。 但非常可惜, 在随后的十几年里, 曹操就像是中了诅咒一样, 生下的儿子几乎全部妖王, 唯一健康的, 只有这个留着原始血脉的小孩子, 曹瑞。 更麻烦的是, 曹操西侠只有这一个来历不明的儿子, 可是曹操的那个时候, 已经有了两个儿子。 如果曹操知道曹操的身世, 那可能就会改变曹操的选择, 他会选曹操还是选曹操呢? 曹操就觉得这件事很危险。 所以从史书中我们可以看到, 就在《基本叛乱》, 尘埃落定的建安23年, 15岁的曹瑞被封为武德侯, 正是被纳入继承人的序列位列更高。 这样对比一下, 我们就能够理解, 真密在建安22年为什么那么兴奋。 那是因为他对儿子深沉的爱, 真密完成了曹操交给他的任务, 让曹操彻彻底地倒台了。 那他一定是有要求的。 他的要求是什么呢? 就是自己终于为留着原始血脉的儿子, 在曹家的谱系中保住了位置, 所以这一年真密荣光焕发, 意气昂扬, 颜色风盈, 更胜从前。 那你能说, 这是真密对原始的中心吗? 也不一定, 一个女人总是会对自己的孩子非常的柔情, 但这也给真密后来的命运埋下了一个隐患, 他生命中最后两年是很凄凉的, 他为什么会失宠? 为什么会被刺死? 而且死得那么的残忍。 也有一个推断, 就是曹丕对于真密时美人计的这件事, 还是耿耿于怀的。 所以后来曹丕立台中意, 把那个郭女王立为皇后, 就这样杀掉了他看不顺眼的真密, 那是他的心头之词。 真密死了以后, 除了儿子曹瑞之外, 唯一一个为他痛哭流涕, 要上京抗议, 大吵大闹的人, 就是远在眷城的曹直。 在洛神府里, 曹直就虚构了一段旅途, 他把跟真密的交往, 浓缩在了落水之盘, 真密的容貌, 体态, 悠香, 一拼一笑, 还有跟真密之间的别离, 都被曹直细致入微地描摹了出来。 我们可以看出, 虽然曹直心里面知道是真密坑了他, 可是他一点也不恨这个女人, 他始终爱着她, 就像腹中所言, 恨人神之道疏悉, 愿圣年之抹荡, 抗罗妹一眼屁息, 泪流金之浪浪。 他恨的是谁呢? 是那个幕后的主使者, 也就是他的哥哥。 当然, 这也是一些推测, 基于史料细节中的大胆想象, 那不知道有没有对大家有一些启发, 也许文学就是比历史更加接近真相。 在太和六年, 41岁的曹直病逝, 他已经没有了当年的锐气, 死在自己的封地, 得好陈死亡。 千载之后, 那些冰戈烟尘全都消散了, 历史不动声色, 深情也没有完成, 只有洛神父代代流传, 那些故事和人性已成为经典。 好了, 本期就到这里, 如果您觉得我们的视频不错的话, 欢迎点赞, 订阅, 并转发给身边的朋友。 也欢迎你在留言区, 给出你的分享。 我们下一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